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成为了旅游业的助力 是吸引游人的一大亮点 今天要说的是四川最舒适的城市 并不是当下火爆的成都 它曾三度改名 这就是潘之花 其实这个城市令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名字了 在我国所有的地名中 只有它是与花命名的城市 因此很多人听到它的名字就会被吸引 认为这是一个很美的城市 事实上它不仅美还舒适 很适合游玩或者定居 在18000年前 潘之花就有人类活动的遗迹 而且此处还有很多史前神话 所以潘之花也是一座历史文化丰富的地方 到了现在 它是四川通往云南和沿海处最近的地方 为省内贸易提供便利 是重要的货物集散地 当地经济水平很高 居民收入和城市化比例 仅次于成都居四川第二 此处有丰富的水域 河流多达95条 流域面积高达500平方公里 因此这个城市的气候很好 没有严寒的冬季 整年的气温都在19摄氏度左右 也没有酷热的夏季 最热也不过26摄氏度 是很适合居住的 全年都十分舒适 在1869年之前 潘之花叫做上下大村 后来因为村口 有棵古老的潘之花树而更名 在1965年的时候 更名为渡口市 在1987年时又改回潘之花 虽然经历过三次更名 但最终还是叫回花名 可见花名还是很美的 小伙伴们想来潘之花玩一次吗 好啦 新新的视频到这里 就要和小可爱们说拜拜啦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每一位来过的朋友们 留下评论 或者是进行转发 以及关注哦